9月21日,山东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根据山东省省长公众的提醒,决定刘强为山东省副省长。 刘强资料图,正是Rnews微信ID,Snews注意到,刘强是1971年生人,此番初任山东副省长后,成为山东目前最年轻副部级官员。 经理兼北京市分行副行长、资产负债管理部三农资本和资金管理中心总经理等职务,并曾兼任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监市长。 2015年,刘强调载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后兼任中国农业银行,上海管理部常务副主任。 2016年,刘强由中国农业银行,转入中国银行,出任中国银行副行长。 9月12日,刘强以山东省政府绑组成员身份,亮相山东省第27届产权演展厦会,即第二届工业设计周开幕式,表明当时他已离开金融系统。 空降沙东认职,此番期职务进一步明确,任沙东副省长山东省政府,省政府领导栏目显示,目前有期为副省长,正是Rnews微信ID,Smooth注意到,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期间,刘强的一些公开表态曾引发关注。 去年11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的亚金协中东欧金融前夜问其高峰论坛上,刘强曾发表提为银行业在亚洲及中东欧地区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逐具演讲。 他当时表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亚洲和中东欧的发展和合作离不开金融支持,也给双方金融业带来了基金融资的新市场,经贸合作的新商机,人民币国际化的新亮点,金融开放的新动力等四大历史性机遇。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亚洲和中东欧的银行业,银联手共同深化经贸合作,在促进互利供应发展中,扮演好全球资本的转合者,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者,互利供应的撮合者,科技创新的引领者等四大角色。 据报道,今年3月29日傍晚,中国银行与金刚两地同时召开业绩发布会,银行业首要的任务, 就是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不发展是银行最大的风险。 中国银行始终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经营管理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刘强表示,2018年将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现代投入,大力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助力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刘强简历刘强,出生于1971年,1993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1997年获中国农业大学农学硕士学位, 具有高级经济师职称。 2005年6月至2015年6月,先后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营业部副总经理。 总经理,大客户部总经理兼,北京十分行副行长,资产负债管理部三农资本,和资金管理中心总经理等职务。 并曾兼任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监市长,2015年7月至2016年7月担任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 并于2015年9月至2016年7月兼任中国农业银行上海管理部常务副主任。 2016年7月任中国银行副行长,现任山东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正式微信ID 专造王叔。